经过路边发现一颗被扔掉的植物 我发现这颗就是一颗比较好的猪顶红 不知道是哪户大人家扔掉的 太可思了 而只冒出来比较多的新叶片了 接下来再拿回去给它重新栽种 先简单的给它把人有的盘土去掉 发现它长得太牢固了 比较的难拖盘出来 这些根系已经要满了一大圈了 需要把这些多余的根系给它切掉一部分 这些营养毒就是使用一些泥炭毒 还有一些细合砂混泡一起的 这个就是准备了花盘 底部最好是放一些刀绿 刀绿的作用就是几道透水的作用的 然后把一部分的泥土填到花盘中间 然后为了能够让它的根系吸收到充足的养分 可以在菜里面添加一些风干腐术好的抽签纹养分 因为这种风干腐术好的抽签纹养分释放养分是特别的慢的 然后把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种球放到中间就可以了 摘种的时候不要摘种太深 摘种太深的话会影响它增长的生长的 好了 这样就给它简单的摘种完成了 摘种完成之后就是把它放到一个晚进通风的位置 让它慢慢的生长就可以了 等待它下一步的就长出比较多的 青叶还有这个花剑开出花朵 好了 捡来的猪顶红种球就是这样简单的上盆完成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捡来的猪顶红种球 怎样给它栽种上盆 让它浮盆快 展日快 和花剑抽不顶的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了 下期再见